外面冰天雪地,白雪矮矮 冬天里想吃一口鲜菜,就得自己想办法 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种蒜苗 以及腊肉炒蒜苗 去年冬天某一日,将大蒜掰成一半一半的 然后按到土里去 当然也可以水培,但是水培的容易屋子里有大蒜味 蒜瓣按进土里去,浇水,之后保持土壤的湿润 隔几天浇一次水就可以了 轻轻的蒜苗在冬天的室内也是一道景啊 并不亚于其他的盆栽花卉 我是放在窗前的有阳光照耀的地方 当然想吃蒜黄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它折阳了 长了大半个月,终于可以收割了 今年冬天,燃油、电、气都涨了价 所以室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 这些蒜苗也就长得有点慢 把这一盆全部割掉,再舌吃一把吧 自制的腊肉挑一条长得最帅的 切成薄片 锅里先放一点植物油 荤素搭配嘛 慢慢的先把腊肉煎出透明状 然后放入甜面酱,甜面酱一定要有的 炒腊肉和加甜面酱这两步都不能用大火 都要用中小火 但是加入蒜苗翻拌的时候呢 火要开的大一点 加入切成寸段的宝贵的蒜苗 记得先加入蒜苗的根部 然后再加入蒜苗的叶子 搅拌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哇,实在是太奢侈了 一锅的蒜苗超腊肉 每人都可以分一盘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